台中中心大學內的中心湖 在這個月進行清漁作業 動員了百名師生前來幫忙 也一共撈出將近300隻的生物 其中有長達1.2公尺的大尾爐蠻 還有20年前的浮東手機 浮水哗啦啦不斷流出 中心大學內的中心湖 要進行清漁作業 第一步驟先降低水位 接著再換師生們上場 穿起青蛙裝 拿起水桶和網子下水不撈 現在下面的那個脫落了 捕撈起來後還得仔細觀察 依照類型一分類 草魚跟鯉魚 經過半天的作業 一共從湖裡撈出了近300隻的生物 不僅有各種不同的龜類 鳥 還有多種魚類 甚至其中還有一隻 長約1.2公尺的大尾爐蠻 我們在把它撈起來的當下 它扭動的力度非常大 而且鰻魚它是非常年華的一種生物 在捕捉方面會非常的困難 新大的人工湖在47年前漸成 長時間累積下來了不少淤泥 若不定期清理 恐怕會造成水中的有機物變多 水質有氧化等問題 所以定期的清池有助於我們維持 這個人工水體的健康 把外來種移植之後 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生態 當然也從湖裡清除了一些垃圾 還包括了20年前的古董手機 也希望藉由這次清淤作業 跟師生還有民眾宣導 生態平衡的重要 以及不要隨意掩放 界中部綜合報導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